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陕西人 来成都也十几年了 一直在这边开面馆 面都花了二十多年了 在成都开馆都开了十六年了 手工面讲究从头到尾都是手工做的 手工和面其实讲究 面和到的三光 盆光 面光 手光 从全面粉上面就要必须是高筋特筋面粉 手工面它必须是要先做 客人点餐点完以后马上这边才开始做 到客人吃面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样子 要干成什么样子才做干好呢 基本上就是干面都只要弯了 哦 陕西的边边面就是一角嘛 这道面因为它做工比较复杂 用料比较有讲究 面粉要软得起泡泡 面和好以后分剂子 分剂子在一个盘面这个过程 行面这个时间就比较有久 就是要最少要行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这个面才能开始才能下锅做 这个刷油是不是要好吃 就是防止它粘连 有个三到四公分宽 切出来有硬碧那么厚 中中的表面面就是油泡辣子的 它就是突出一个辣香 不好吃就是看你们这油温把握的好 把握不好 辣子烧的香烧不香的 就是点一碗油泡面 了杂的 没得很 就是吃一碗油泡面 没得很 就像从族人说的安逸了 主要是做面 这就做我们陕西的肉夹馍 凉皮这些小吃 肉夹馍肉一般就是圆头脆肉 它讲究的就是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一个馍大概就是加三两 现在烤到馍跟刚出锅的肉肉 它两个配起来是绝配 不爱受雷伦 因为在那个贝鹿园里面 不是看到张家一吃这个面 吃得很香吗 就一直想尝试一下 味道还是可以 手工面然后就非常的记得 就吃它的面很有我们家乡的味道 北方的味道 所以说经常来吃 它的肉夹馍和它这个面 是跟之前在北方吃的味道不是一样的 非常好 吃了十几年了 北方这人都是手工做面 他就是就想着吃一碗地道的手工做的面